嘉华这么多年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各个层次的一个团队 从我们区域来讲我们有各个部门分工协作 从我们和总部之间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 从上到下我觉得整个的一个角色体制都是非常有效的 也有利于我们很快的很高效的去推进这个建筑设计 对于设计来讲前期这些定位策划 总部这边是花了很多功夫的 所以对每个项目都有很特别的量身定制的定位 我们设计是把确定的战略一步一步的实现 公司从住宅的一个类型做多一点 慢慢向更加有难度的一些项目去转型 包括城市更新包括综合体开发 我觉得嘉华确实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开发商 整个一个决策体制团队精神都更加专业 更加的高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嘉华能够做大型的 或者是复杂类型的项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优势 房地产开发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 有些时候是需要大家平衡的 所以我觉得团队首先要这样理解 要有专业度 要有相互尊重 这个是很重要的 永远是想把最好的产品提供给消费者 这个是我们嘉华的目标 我们所一直倡导的平均自由 就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也是自知以求的 也不小心 那因为你很能够看 我一直在那门 玩音乐 你一直在那边